中共女軍官唐娟涉嫌簽證欺詐 藏在中共駐三藩市總領館長達1個月後於上週被捕入獄 27日首次出庭認訊 有報導稱她在視訊庭審中一言不發 被司法部指控犯有簽證欺詐罪 最高可處10年有期徒刑及25萬美元罰款 據美國媒體報導 2年37歲的唐娟被捕後 中共政府並未幫她聘請辯護律師 而是由美國聯邦公設辯護人威廉斯擔任 加州東區聯邦法庭法官巴欣斯指唐娟存在潛途的可能 最終裁定繼續激壓不准保釋 並預定於8月10日再度開庭審理 法庭為唐娟指認的辯護律師透露 唐娟在2019年12月進入美國 當時是帶女兒一起過來的 躲進三藩市總領館後 她的女兒已經被領館送回中國 有分析指 中領館將唐娟和女兒分開 此舉明顯是想將她的女兒作為人質來要脅 好讓唐娟封口 不可以對外透露領館與她聯繫的細節 美國當局控告唐娟簽證欺詐 美方充分掌握了她隱瞞中共軍人及黨員身份的證據 美國聯邦調查局特工查閱了大量中文網絡資料 又搜查了她的電子設備 找到兩張照片 一張深綠色軍裝是唐娟在2016年時拍的 另一張是她去年參加一個論壇時 本人提供的穿深藍色軍裝照 還審查了她在中國發表的文章確定其軍籍身份 有網友分析說2017年唐娟所述的中共空軍軍醫大學改制 從陸軍改成空軍 因此制服的顏色都隨之改變 從唐娟佩戴的徽章可以看出 她目前的級別應該是個副團級 是空軍的民職人員年僅37歲就到了這個級別 說明她的科研實力了得 有媒體引述華裔富商郭文貴爆料 三藍司令館窩床的唐娟 竟然是中共軍隊北方防化學院的大教 是條大魚 從她身上極有可能查到美國疫情迅速擴大的原因 此外曾服務於美國軍醫傳染病研究所 且有藥界臨床研究經驗的森林醫生表示 目前美國已經逮捕了4個隱瞞身份的中共軍方研究人員 但這個僅僅是冰山一角 她指很多中國科學家一方面依賴美國納稅人的錢做研究 一方面她將美國機密提供給中共軍方 事實上在唐娟23日被捕後不僅中領館人員沒有露面 且中共官方與媒體一律禁聲 與中共高調力聽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形成強烈對比 6月26日FBI拿到了逮捕令和控告書 發言唐娟進入了中共駐三藩市總領事館躲避 直到7月23日迫於壓力 唐娟行出了三藩市總領館後被捕 但她被捕的具體過程外界現在還不得而知 中共軍方已經對唐娟被捕一事隻字不提 六媒都全面禁聲未作報導 在社交媒體與唐娟有關的文章遭到大量生除 僅有極少數轉發外媒報導並嚴遲批尾的自媒體文章還可以傳媒 在大陸微博支付網站上 很多網友研判唐娟已經認同棄止被犧牲了 而且一定會收聲也不會叛徒 因為她的弟弟已經被送回中國 有一名網友留言探 出了事就棄居補稅 反觀華為大公主竟然是另一種做法 這就是人分貴賤的價值觀 華為首席財務官副董事長孟晚舟 2018年12月被捕後 中共外交部開始大力撈人 孟獲得保釋後 中共駐溫哥華總領事童曉玲等人多次親自登門拜訪 中共外交部都不斷威脅加拿大 甚至還抓了多名加拿大人 企圖和家方交換人質 但未得逞 同時中共官媒都齊批加拿大 中共外交部都不斷 然後還是有限 中共外交部都不斷摸 ieg禎 中共外交部都不斷摸